我是名牌 中间是张博龙部长 秦晓明理事长 李庭副理事长的座位在这里 还有王忠副理事长 请我们各位领导的来宾 发点时间按照名牌就座 在我右手边有 好朋友们 那我们再次发掌声 对各位领导来宾 好也请各位就座 谢谢谢谢大家 尊丁的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 在最美丽的季节 在海鲜飞美 气候宜人的中秋时节 我们在美丽的青岛 召开中国首届机构养老国际论坛 首先我代表大会的组委会 代表主办单位 对各位领导国际友人 和在座各位的道爱 表示热烈的欢迎 和衷心的感谢 本次中国首届机构养老国际论坛 专注国际机构养老议题 会议规格高参与范围广 有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 国内10多个省市的政府机构 和相关企业参会 共一机构养老国际化发展趋势 与战略融合 无论是会议的主题内容 还是会议的规格 参与范围在我国 还都是第一次和最高的规格 让我们用最热的掌声 预祝本次大会 取得圆满的成功 接下来请允许我 非常荣幸的向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与会的各位领导 协会领导 原卫生部副部长 中级委委员 中国保健协会 原理事长张凤楼 国家民政部原副部长 中国老龄协会会长 国际老龄联合会副主席张文范 国家交通部原副部长 中国自贸区联合会 中国东盟经济文化联合会 首席顾问新元校 中国保健协会理事长 国务院参事研究员 原卫生部人事司司长 秦晓明 中国保健协会副理事长 全国保健服务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专家 副主任委员李平 中国保健协会副理事长 王忠 中国保健协会机构养老分会会长 北京大学特聘教授 刘巧玲 中科院老专家技术中心 副主任魏立新 接下来向大家介绍一下 地方政府领导 中东河南省平顶山市 人大副主任郑芝 山东省五连县 县委副书记县长 马维强 山东省须副市 四水县副县长 杨晓东 青岛市社会保险 事业局处长 马清 第十一届 十二届 全国人大代表 湖南省张家界市 磁力县 龙汉和镇 党委书记 向平华 好 接下来向大家介绍一下 国际组织 及国外机构代表 国际INGO组织 世界绿色气候机构 总议长 李宇成 荷兰 马尔加 克隆坡 养护综合基金会 沙特雷沙 冯德赫特女士 英国养老产业联盟副会长 英国盛德博文化投资公司 瓶力亚普女士 日本元气集团总裁 沈成玉 意大利欧洲国际养老产业联盟创始人 执行主席 平卡波拉 欧洲国际养老产业联盟副会长 意大利米兰盛兴大学教授 梅碧娜 以色列 萨伯曼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首席代表 何哈纳 亚洲开发银行 河北养老项目官员 白杰 好 接下来向大家介绍一下 部分国内企业的代表 两岸贸易交流委员会常务委员 今夜青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许安芳 中国建设银行 建信养老金公司副总裁 杭琛 中国平安保险养老金公司总经理李立新 北京同仁堂集团党委副书记陆建国 太康养老健康保险发展中心业务总监曹英 盛光集团董事长周应杰 山东兵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魏宝敏 同时呢 今天参加会议的还来自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瑞典、意大利、英国、荷兰、以色列、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组织领导、专家、学者、企业家 让我们用最热的掌声对以上领导和来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或是今天到场呢 还有来自人民网、海外网、央光网、中国民生网、新浪网、腾讯网、凤凰网、搜狐网、中国环境报、河南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半岛都市报、青岛早报的媒体朋友们 也同样把掌声送给你们 欢迎你们 好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本次论坛的议题 首先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原卫生部副部长、中纪委委员、中国保健协会原理事长张凤楼先生 致开幕词并宣布大会开幕 掌声欢迎张部长 尊敬的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非常高兴要邀出席今天的首届 集固亚保论坛 在此我对各位参访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 对支持粉丝论坛的协议家表示非常的感谢 参加今天这个论坛 我非常愉悦 和中外专家一起来研究集固养老问题 在座的很多专家 很多企业家 我比较熟悉 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 新年后也感到非常遗憾 这一个遗憾 结果由现任的理事长 齐耀宁同志 为我来补宣 这次会议非常重要 进行总书记想要 人口老人话是适性难题 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深刻的 适性的 我们是世界上人口老人话 进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 老年人口最多 老人话进度最快 应对老人话的任务最重 满足数量庞大的老年群众 多方面的需求 妥善解决老人话 带来的社会问题 事关国家发展的全体 事关百姓的福祉 需要我们下大力气来应对 今天这个论坛非常重要 国家密集的下载了许多 我以发展养老产业的文件 配套措施也将近四十个个 正在密集的乐实 因此呢 我是今天这个论坛非常计时 也非常重要 我国的养老事业正在发展 但和一些先进的 先发达国家相比 我们还有不少的差距 国外的养老经验 指着我们借鉴 首届养老国际养老论坛 提供了一个交流合作的平台 中外专家聚集一堂 交流经验 使他不断 提出建议来促进 我们国家养老事业的健康发展 在这里 我祝本次论坛原本成功 我宣布论坛开始